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26号到12月30号这短短的10天如何呢让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就是因为有的些家长还在上班嘛这个时间然后呢也可以照顾啊就是让孩子不就是到处到处去乱跑那么可以在家里上课然后也可以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新的想法那么呢我呢是Chris然后现在是负责私会学院的这些marketing的事情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有请到的还有我们的瑞阳是我们私会学院现在的教务长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有请到了三个老师Professor Diano然后还有我们AI和Robotics的伊博 然后以及还有财商和investment课程的瑞都会给我们单独的和家长来有一个30分钟的一个小的小的介绍然后有关课程然后以及解答一些家长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我先开始介绍一下私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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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啊以防有一些家长不太了解我们的这个这个学院的构成然后啊对这是我们今天的agenda 那么我先会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私会学院然后之后呢就会由Professor Diano来介绍一下Use Public Speech and Debate的课程 然后之后呢是会由一博然后他们来介绍AI和Robotics的课程最后呢是由瑞来介绍Young Financial Intelligence和Investment系列的课程 首先我们私会学院呢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年经历了我们从2020年开始然后呢经历一整年之后呢我们今年已经我们今年在将私会学院转换成5013C的non-profit organization 然后呢我们是我们成立于纽约而且呢我们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然后offordable的成人和青少年课程 希望呢为我们的亚裔社区Asian American社群然后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专业的学习资源 然后呢我们也是提供全年龄的课程然后呢大家都是可以accessible的而且都是课程都是很评价的课程 然后对这是我们的mission和vision 我这块其实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安姐其实是我们的founder嘛 然后呢其实建立的这个私会学院的初衷也是希望我们华人能有更多的资源了解一些投资理财的事情 这是在最开始的阶段那么之后我们就有了青少年投资的课程 然后有了承认投资的课程之后呢我们逐渐将这个课程的版图扩大 涵盖到了更多的像儿童的财商 然后承认的职场课程 以及debate和以及辩论和演讲课程 以及我们今年冬天新的新和大疆异地优合作的机器人的课程 都是我们就是我们逐渐将这个课程的范围扑快 然后呢也是希望能提供给我们在北美地区的亚裔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专业资源 然后以及更多课程 然后帮助孩子们发现兴趣 而不单单只是focus在我们最基础的 最特别就是只focus在大家一直老生常谈的一些像音乐呀 像数学啊这类像AP课程这样的 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 然后而且其实同时在升学这方面呢 大家也发现了新的趋势嘛 就是学校不再注重 不再那么注重所谓的GPA成绩以及AP的成绩 那么大学也是希望 尤其顶尖大学也是希望学生能全面的发展 能更多的从自己的兴趣的方向发展 那我们私会学院呢也是致力于能提供更多的课程 更多有趣的课程 给孩子们一个比较有趣的童年 然后呢在不断发现新的兴趣的同时呢 也能学习到知识 然后呢同时也扩宽自己的视野 这是我们的初衷 然后呢经过一年的发展呢 私会学院已经有了将近2000名的学生 然后学生来自全世界各地 有北美地区就是加拿大和美国 然后还有在欧洲地区是以英国为主 然后呢还有俄罗斯 然后在亚洲地区呢就是中国和日本 然后在澳大 还有就是澳大利亚 我们其实已经算是遍布全世界 然后我们的学生遍布全世界 然后呢 同时呢我也来介绍 就是由我们的教务长 然后私会学院的教务长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上课流程和配套服务 接下来由我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上课流程 以及配套的一个课程服务 首先我们目前用的一个网站 是我们自己的网站 通过网站我们能够实现做作业 然后跟老师的一些反 对老师的反馈 就是进行后续的沟通 然后还有就是能够看回放 以及课程材料都会在我们的网站上 那上课呢我们是接用Zone的平台 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报名之后 我们会首先收到一个confirmation email 然后里面会包含一些课程信息 在上课的前一周呢 我们也会通过邮件 给大家发送一个welcome email 里面会包括具体的上课的链接 以及小助手的一个联系方式 还有家长群 这是为了方便家长们 跟我们的一个沟通 以及能够收到我们及时的一些信息 并且我们在正式上课之前呢 会给每个学生参加进行一个pre-test 这个pre-test的目的是想说摸底 然后掌握看一下孩子们 对我们的课程知识的一个了解程度 那么在课中呢 我们有一个完善的助教系统 我们的助教会给孩子们提供解答 然后批改作业 反正孩子们跟学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助教 并且我们在每一节课上课前呢 都会再给大家再发送一次这个reminder email 并且在每节课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会点到确保孩子们参加的这个课程 同时我们会在第五节课 有一个meeting report 里面会包含就是他们这五节课来学习的内容 然后出勤以及孩子的课堂表现 以及作业的完成情况 或者我们会有一个class summary 我们的这个debate课采用的是class summary的方式 那就是每一节课都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反馈 那么在课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相对应的after test 那这个就是我来检测我们一下孩子的这个学习情况 对内容知识的了解程度 并且我们会发送这个final report 就是石杰克来的他一个整体的表现 并且最后会给大家发一个certificate 完成后会有一个杰克证明 好的谢谢瑞扬的介绍 安姐 好到我商场了 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这个今天是第一次 以我亲手一年半跟这个咖啡俱乐部成译 来说是培养年轻人 然后今天他们真的是first time first time I see my young team grow up and they promote the class and by the way 就是他们忘记介绍他们的知识 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我想先介绍一下 这个姚汉是做了十多年的这个市场管理 也在教育升学各大机构 在纽约都做过很多年 就是也非常认真 他现在是我们整个私会学院的业务开发的总管和负责人 你们看到的这些文案 这些图片都有他亲手做的 那这个瑞扬是我们的志愿者 但是也是跟我们工作帮助我们很长时间 他自己呢是在中国就是学语言的 然后呢又到英国去专门修了教育的研究生 做事非常认真 那么在瑞扬的帮助下 这个学期我们秋天的这个学期提高了两个部分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我们首先第一 我非常感谢今天晚上来的家长 然后我还要感谢修过我们的课 今天晚上没有到的家长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现在想想去年第一次东营推出的时候 当时就是推出一两门课 财经课和投资课 然后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课肯定没有先修 结果没想到一夜之间 我们也是有一百多位家长 我们当时也是被非常的感激 所以也是因为在平台上 咖啡俱乐部也就是现在的AFI的 这些member也好 我们的忠实听众也好 我们的粉丝也好 真的是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 大力的支持我们整个团队 那么我在这里解释一下 我们整个私会学院和咖啡俱乐部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一家人 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活动 全部都是一个团队 在支持两个公司 那首先是这个非盈利呢 基本上是两百多场的活动 每一场都有他们的这个功劳 那同时私会学院又培养了 两千多位成人和小孩的这个课程 大概有上百门课程 但这个课程呢主要是rolling over 那这些课程都是非常低的收入 大家都知道我们收多少钱 那老师渠道 我们都是为大家提供各种机会 所以呢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 我们的平台也有很多优秀的家长 把他们的大学生 高中生就送到我们平台 我们的办公室就在麦哈顿 今年暑假我们来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大学生 所以你们看到的很多项目 也是这些大学生在后面做自愿者 他们参与marketing 参与这个TA 还甚至有参与develop课件 所以那个包括我们这个主持活动啊 各方面啊 所以呢在这里我非常非常再次感谢这个家长们 然后呢也是感谢我的这些年轻的团队 在过去真的是几个一年里面 他们已经成长起来 所以呢也是希望你们这个家长愿意把孩子 送到我们私会学院啊 还有AFI影响力来做项目做义工的 欢迎跟我联系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当然今天 我们有还有好几位非常outstanding的 这个年轻的这个大疆的这个上课的导师 等一下呢姚汉会介绍 还有我们的几位名牌老师 那么在这点呢我也只想跟大家说 我们不断的推课 真的也是为了支持我们的非盈利 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团队 我们才会不断的创新 才会在AFI的平台上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呢再来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是非盈利 所以你报课有几点我想重申的是哈 因为首先呢如果是你在美国 那么如果是说你不太了解税法 那么我告诉你一下 不管你收薪薪水有多少 每年在报税的时候 你每个小孩都有3000块钱的 after school的这个抵税 就是total不管这个学校是不是非盈利 只要是after school每个小孩是有3000美金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用完的话 你来上我们的课 我们是可以给你开发票 你可以从你的收入里面直接抵掉税 一个小孩3000 但如果是说你已经用掉了哈 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的小因为我们也是非盈利 我们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发自内心 不管有没有多少学生 我说都要把课开了 所以呢我们会accommodate 我们也可以就是给你更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服务 这个可以跟我们的self再说哈 那么再再再再讲一下 就是这个东印尼呢 我们是虽然说是10天 但是呢等一下姚哈会仔细的解释 我们有5天的 也有10天的 不同年龄段都有 所以呢非常希望家长们 这个耐心在这里听我们的年轻团队 准备了整整两个星期的讲座 有任何问题等一下他们讲完了以后 大家都可以随时开麦 或者是在平台里面回答 好谢谢大家 你mute了 对我说 sorry 这个是这现在大家看 现在各位家长看到呢 是我们私会的 Use Academy的一个构成 我们现在一共有四类的,四个大的Academy,分别是Finance and Investment Academy,然后AI Robotic Academy,这是我们今年冬季新的一个学院,然后呢,还有就是Leadership Academy,这是我们夏天的一门课程, 叫Use Entrepreneur Boost Camp,然后呢,还有我们就是Communication Academy,这是Professor Diano来负责的一个Community,对,然后呢,我们今年冬季的Winter Camp的一个宗旨呢,其实就是希望在这十天的过程之中呢,能够帮助孩子学习一门新的技能,然后呢,同时也会见到一些新的朋友,尤其在线上吧, 我们知道孩子在家待着,其实疫情以来,孩子在家待着都会对朋友的接触其实比较少,那么其实我们的课程呢,也都设置了Mingle的环节,就是学生可以直接在线交流,然后我们的TA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娱乐的项目,然后让各位学生互相认识对方,同时呢,又交更多的朋友,然后呢,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宗旨是,因为毕竟也是寒假了,那我们希望各位学生呢,都能Having Fun, 然后能度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然后收获,有收获的假期,然后呢,有关,啊,抱歉,有关东烈营的时间表呢,我们其实是,东烈营一共是分三类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设置的, 我们第一个年龄段呢,是Kindergarten到二年级,我们的课程呢,就是Kids Money Story,是我们私会非常经典的儿童财商课程,通过讲故事,通过音乐,通过绘画等等方式, 然后来帮助小孩了解到,啊,这些有关,有关金钱的知识,有关什么是金钱,然后这些金钱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银行的一些等等一些基础的相关的财商知识,是帮助孩子们来了解,通过,也是寓教于乐的方式, 然后呢,这是十天的课程,啊,然后我们针对三到六年级的孩子呢,我们今年设置了一个,啊,叫,啊,Kid Finds,啊,Stern Minicam,是五天五天的, Session,啊,Session One呢,是从12月19号到12月23号,Session Two呢,是26号到30号,每天呢,有将近,啊,四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一共学习三门课程,孩子们会接触到, 会接触到,啊,Young Trader,也是我们私会最,啊,经典的投资课程,五天,然后有五节课, 然后呢,还会接触到,啊,由一博这边,带,啊,教授的,啊,大疆Robotics的一个课程,也是五天课程,孩子们可以接, 很快的,啊,了解到一些有关机器人的知识,然后呢,学会初期的,初级的编程, 然后同时呢,孩子们还会上一节课叫,啊,啊,啊,Kid's Test Talk,是我们由,啊, Professor Diano来,来带领的,也是五天的课程,孩子们都会在这个课程中,啊,自己亲手建立, 然后设计一个演讲,然后在最后一天的课程呢,会讲给大家听,这是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 然后针对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就是从七年级以上,我们都是十天的课程, 然后呢,这些课程呢,分别包括我们也是在秋天非常火爆的一门课程, 就是,呃,火爆的课程,就是Public Speaking和Debate Foundation的课程, 是我们最初阶的公共演讲和辩论的课程, 然后呢,之后呢,是我们,呃,一博的这边的课程, 是机器人,机器人的课程,也是一个学习基础知识, 因为我们在明年夏天呢,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机器人的竞赛, 然后这个一博待会会更多的去介绍,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针对年龄较大孩子的一个Youth Personal Finance, 这个课程呢,导师将会详细的介绍, 也是财商知识,但是针对孩子的年龄呢, 我们也调整了课程的深度和难度, 会将会,会将孩子引入一些, 什么是Credit Card,什么是贷款, 什么是Mortgage,这等等这些,这些的知识, 然后来其实帮助孩子认识到家长的在生活中, 就是遇到的这些财务问题呢, 其实也让孩子了解到, 也能让孩子感触到家长的一些辛苦, 所以这是我们的时间设置, 待会儿各位老师会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课程,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 我就要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呢, 其实就是我们东联营的特别优惠, 首先呢,我们在11月30号之前呢, 每位家长,任何家长报名任何课程, 都可以享受一个早鸟优惠, 是我们有10%的off, 然后呢,今天, 特别是今天来参加东联营Info Session的家长, 那么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是可以获得, 报名我们的课程, 可以获得100刀的Wisewise Credit, 可以在明年所有的课程上使用, 在2020年的课程上使用, 那么我们也包括成人的, 也包括孩子的,都可以用, 然后呢,或者家长也可以选择报名我们3到6年级, 或如果家里有多个孩子的话, 那么其实年龄大一点, 孩子可以报名我们的Winter Camp, 可以报名我们7年级以上的课程, 那我们会赠送东联营Kindergarten到2年级的课程, 然后呢, 我们Info Session的优惠呢, 只截止在今年, 周日的晚上24点美东时间, 然后呢, 如果家长呢, 想要了解更多呢, 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就是图上这个二维码, 家长待会儿, 我也会待会儿发到那个chatbox里面, 然后呢, 各位家长可以去联络,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Professor Diano, 来为我们讲一下, 有关Debate和PublicSpeak的事情。 Hello,Professor Diano.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 have just a couple of slides to share as I talk about. So I have a couple of different intensive winter courses. I'll mention a little bit about myself first. I have been a college professor for the last 20 years, and I have taught at a couple of different private liberal arts institutions. I have been a director of speech and debate, and an assistant director of speech and debate, and I've also been a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for communication courses that range everything from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criticism. So I have quite an extensive background. I'm also the curriculum coordinator for the Harvard Debate Council Summer Workshops in public speaking and argumentation. And so it's a pleasure to be with VisWise and to talk to you a little bit about some opportunities that you have in the Communication Academy. The first of which is that we do have some public speaking TED Talks, which are available for elementary-aged kids. So younger children can participate in these TED Talks. So it's going to be an intensive one-week session for elementary school-aged students. There will be two of those, so you can sign up for either week of that intensive session. And ther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public speaking skill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how to conduct some research,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focus in on a TED Talk topic of their own choosing. Many of you recognize that TED Talks have become incredibly popular. They stand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Design. I myself have given a TED Talk on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in particular on children's lives, but also on adults' lives. And so the students need to learn how to do research as part of that process. As part of TED Talks, they will also not only be sketching out their speeches and presentations, but they will also learn how to use visual aids as a part of that process. Visuals ar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ith a number of TED Talks. So that will be an option for those students to be able to engage in those TED Talks. And they will have fun topics. They will be able to enjoy the experience of talking about topics that they are passionate about and that they are committed to. I've had wonderful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this particular age group. It's actually tremendous fun for me to work with them. We do have offerings as well in debate for younger kids, but this particular camp is focused on public speaking, and in particular, the TED Talk at the end of that. We also have a debate foundations class that will run the entire two-week period. And what you are seeing here are some pictures from the National Speech and Debate Association, the national championships. I serve as an official for the National Speech and Debate Association at their national tournaments, as well as their district-level competitions. And so I have long been involved with the National Speech and Debate Association, and I am pleased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m, and in particular, to work with their national tournament series and district tournament series. So what students will be learning about in this particular debate foundations is they will learn about informative, persuasive, and impromptu speaking.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me that students enhanc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addition to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So student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exposed to a wide range of skill sets within those particular categories of public speaking.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will be doing SPAR debates, which stands for spontaneous argument. and these are fun, everyday topics that students can get engaged in and involved in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s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bate. So we're talking about debates on things as simple as cats versus dogs and which is better. And sometimes students have incredibly heated discussions about what in fact is better for them to own as pets. So we'll have some fun topics like SPAR debates, but we will also be learning about academic debate so that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can pursue competitions. They're not required to engage in competitions at the foundations level. They can simply learn about the principles and then they can choose if, and you can help them to choose if they want to continue in that path. If they're particularly talented in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then they might want to pursue some of the competitions that are available to them. And we'll talk more about that. We do talk about this in classes and we do have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eech Association, which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NSDA. It's a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And we also run tournaments that are free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nd in fact, we have one tomorrow night that takes place during our advanced debate classes. So students can sign up for free tournaments and they can also sign up for regular season competitions in either speech or debate, but they will lear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cademic debate, including how to do research, how to cite those important source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s incredibly valuable in today's debate arena, whether you go into competition or not, is to understand how to analyze resources, how to learn about those resources and whether or not it's a good, credible resource to use. We are in an age where people are questioning facts and what is factual material. And they are applying in some cases more conspiratorial rhetoric to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put in as a question in terms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at information.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talk to students about their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their arguments and make sure that their arguments are sustainable and that their arguments are strong arguments to be able to make. And of course, we want to have fun while we are doing that.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argue, which means I'm sorry, parents, to say, but that means that sometimes your students may contest you for and question what it is that you are setting, anything from their bedtime policy to when they should be able to stay after school. So be prepared for that additional situation as we teach them how to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t ways of arguing and making a good, solid argument. And as I mentioned before, we do have opportunities for competition. Not all of the competitions are free. and in fact, many of the competitions are external to VISWISE. But regardless, if they a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ose tournaments, either in person or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 we will gladly help support them through their competition experiences. But again, even though competitions are available, we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is that students learn foundational skills related to speaking, founding good arguments, sustai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and then making sure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make quality arguments. So these are the two classes that are offered. The elementary level kids talk, which is focused on TED Talks. And then we have the foundations class, which is also offered in this intensive format. We have other classes that are also available that we would encourage you to look out for when it comes time for the spring. We have already offered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 debate classes. We have creative writing classes. And I also look to offer media literacy and social media criticism classes in the near future. I am actually, I just signed a contract to develop an online textbook for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High School Activities Associations. And so I will be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ir materials that they post for teachers to us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n media literacy and media criticism. I'm very pleased to say that that should offer some fascinating classes available to students here at VisWise. And I'm also very pleased to be the leading authority in that project for a national association. So we will be offering these particular classes as well sometime soon. But for this intensive winter session, we wanted to just let you know what our offerings were and to see if you had any questions. So with that, I will stop sharing and I will see if you do indeed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e before we move on to the next speaker. I wanted to say congratulations, Dino. You did a great job. It's good news to hear that. Thank you. We are lucky to have you. We will try to keep you busy. And I just want to let everyone know that we're actually also working on how to apply to host the Tech Talk X for ourselves in the future. So I'm actually, you know, get a team to volunteer. Welcome to join. It's another new project. At AFI and VisWise, we always, you know, encourage a new project and keep going. So anyway, and about the debate, we also formed a team that are going to join next year's debate with Dino's help. So, you know, parents looking out to join us from a basic level. Even you, we understand that we have a lot of partners, channels, help us promote the class. They also have a debate class. It's okay. I think we're going to open the special, the competition class, right? You know, help students. No matter where you take the class, it will be not conflict if you just join the, you know, the competition part, teach you how to win the game, how to win the debate. So please look out that will come in in spring. And parents, if you have a ques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raise your hand or you can, if you don't have a question now, you can always ask later. But again, we are very,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Anytime you have any question, our, you know, the administration officer, Yang, and all the team here will, and also the assistant will take your question very seriously. I'll use the same thing. 也是刚才讲到自愿者,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大学生,或者高中生,愿意参与我们的话,我们会支持大家一起来做一些项目,谢谢。 I saw right here. Yauhan, you always mute yourself. Yeah,如果各位家长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今天,就直接跟Diano老师一起沟通,然后呢,有关辩论的课程。 Okay, I saw one. Hi, Andy. Oh, hi, I got a question for teacher,Diano. Thank you for your introduction on your classes for at least you mentioned debate fundamental and in the debate session. I want to know, do you offer any courses that related to the congressional debate because my son was specialized in the congressional part. Are you going to provide that type of the coaching or just a group in debate, like a two or four or group wise. I am certainly happy to offer a congressional debate session if that is of interest, but we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to utilize my talents to be able to do one on one coaching. And so you can talk to a viswise representative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that kind of a connection as well, but I certainly would be happy to offer congressional debate in a future session. I think it's great that you mentioned that and and we'll talk among our staff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that may be available to offer some congressional debat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xplanation. I think he's at the debate competition now he hasn't come back home yet. I wonder if you could prove your service could provide the contact info that who I can contact to, and then I'll let my son address his questions to you and pass it to you. And I'm very interested if you can offer the course that related in group class or one-on-one. Okay. 有些频道的。 那個Annie,我們專門有回答各種問題的小助手,小助手。 雕汉你把小助手的照片有時候不太好啊,微信裡面我看你們放了小助手的二维码。 但是你們把我們的微信,Annie你有微信嗎? ANI你有微信嗎? 我我有微信有的。 那你就我們專門有個對你加上我們的這個小助手的微信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跟这个Dino老师问 没有了呢 他现在刚刚flash and then it disappeared 我们建议是 尽量都是跟我们的小助手 因为我们在安排这个Dino 包括是one to one 我们都是帮他安排他的schedule 好吧 Right I understand 我说你那个小助手的 我们小助手的微信是 WazeWise2021 很好的问题 Annie谢谢你 我是说刚刚他在flash 你那个小助手的 ID and then it disappear on the screen though OK 我说一下 你那个二维码是不是有 你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有任何问题 随时都你可以把那个小二维码 可以一直放在边上或者是 OK 好的 谢谢你哈 非常好的问题 OK Thank you Diana Thank you Angelina 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是 WazeWise2021 然后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四会东练营有一个报名群 然后加上也可以扫描另一个二维码 然后入群 我们也会在群内解释更多的有关东练营的问题 然后现在呢我们有请伊博 Is there any more questions for Professor Diano 如果有问题的家长还可以再举手 我们会直接跟Professor Diano 然后沟通 安姐要不要您来再介绍一些有关我们辩论赛的情况 辩论的情况 刚才我刚刚讲就是现在呢我们有开初级中级不同年龄段 从初中到高中的这个foundation的这个课程 那么我们呢也是知道我们的这个各个跟我们合作的教育机构 他们其实很多当地都有这个电论的这个课程 为什么我们要开电论课呢 是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 凡是到我们这里来就是来讲演优秀的这些学生 这个是实习 或者是说我见到了这些比较成功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我发现他们在小时候都就是说在上学的时候 都上了很多public speaking的这个课程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本来大家要是知道我们的历史的话 我们是从教财经理财开始的 那么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合作非常这个好的 大家有共同的理念 那么海域这个丁老师的这个海域教育 他把整个包括丁诺老师 都是他整个学院就跟我们合并在一起 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的strategia就是说 所有的孩子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五到十年 能再出来一个杨安泽 所以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们其实有些课还有一个政治领导力的课 这个实习大概有四十几个学生 每一期八个人专门有这个帮助杨安泽 帮助Michelle这个方雷人的老师来讲课 所以这些都需要计备 我自己亲自参加了很多 Andrew Young的这个candidate He is a great public speaking 所以every parents including myself I have a four kids 我有四个小孩 我现在就是准备这些课 我要让我的孩子们去练习 让他们鼓励他们说话 所以这个public speaking课呢 就是不管你们在哪学 都一定要学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Dino老师的资格是非常好的 他自己是亲自做过哈佛的 这个地贝比赛的评委 而且大家也知道 他刚刚被聘请 为Federal专门编书 那么我们呢 准备在明年 专门开怎么样去比赛的课 我们去今年Summer的话 有个Summer in town 哈佛的一位女生也非常优秀 刚刚录取进哈佛 到我们麦哈顿实习 专门给我们把他 他也是一直都做debate 帮我们把这个debate的project 就在哪里报名 debate课音 他经过他的经验 他学了什么 都帮我们也都写好 这些proposal 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准备在春天呢 把这个competition 专门就practice competition的这个事情 给做起来 这是关于debate课程 刚才可能有些家长来晚一点 就是我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私会学院 跟普通的其他学校 还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称我们自己为 比较创新的学院 我们是以online开始 未来我们也会跟线下 有教育机构的 跟他们线下合作 未来的等到这个疫情 比较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实际上 design了很多闭门 专门让小孩子 没有手机的闭门的 这样的这个camp 但是也是因为 疫情的原因 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但是呢 这些在未来 我们会有这个线下的 这个五天的赢号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一种创新营 都基本上是在online 因为我们的学生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 主要是北美加拿大 东部西部都有 所以大家有注意到 我们的课程都从下午开始 就是为了照顾西部的朋友 有些课程是晚上 是为了照顾到中国 和日本的朋友 所以呢 大家在课程上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比如说哪些机构 你们自己拼班 拼在五到八个人 那我们可以专门 为你们开一个班 因为我们是非常flexible 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刚才这个姚汉 我们的这个宣传部部长 刚才也讲了 我们私会学院要培养的 跟我们afi 影响力是一致的 就是要专门专攻 我们华人最弱的地方 教数理化 计算机啊 其他就是专门的 简单的coding那些 或者是奥林匹克数学院 这些我们都不教 因为到处都有 那么我们教的就是领导力 leadership 还有这个finance和business 商科是一定要知道 每个人当到领导 不管是你哪个部门 哪怕你当到比较高的位置 都是需要有这个business mindset 所以呢我们要教商科 我经常也是培养我的团队 不管你有多年轻 进来做的每件事情 你都要想自己为这个公司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这个是商业的一种思维 创新思维 所以我们跟斯坦佛的一个讲师 他现在刚刚换到 旧金山大学去当订去了 那么他也是给我们专门开 这个青少年创新的课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沟通 创新商科领导力 甚至我们还有公益 那么我们就在这几个方面 还有政治 social communicate 和engagement 我们主要就在这几方面 虽然大家看到 我们好像都很红红火火 但大家都不知道 实际上真正愿意报这些课 都是我们都是被放在secondary 所以呢这也是非常不幸 因为我们华人的家长 都觉得学术理化更重要 所以在这里 我也是亲自来ask all the parents thinking about 尤其是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 GPA肯定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多大学已经不考虑SAT和ACT 当然还是要去考 但是背景提升 这个是我们私会学院和AFI的强项 我们平台几万个 highly educated professor 这个专业的人士 我们都会为我们私会学院的学生 去打造更多的这个背景提升 那么这些项目一般都是非常limit 我们也会照顾这样包括很多家长 给我推这个学生 summit in time 那我的办公室 我只能做几个人 那我就专门会给 对我们非常支持 其实报我们的课也是支持 当然你肯定是 我们有成人和青少年的课 如果是说你觉得你的孩子年龄 在那前有这个可能性的话 报我们的课也是对我们的支持 那我们也 我觉得这个支持是相互的 你支持我们 我们也支持你们 我们也会为你着想 如果你家里的孩子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你都可以单独 我们专门有一个背景提升的团队 所以专门找我们的小助手 就可以转到这个背景提升 我们是可以一对一的 为你的孩子进行一些公益啊 其他方面的设计 那么讲到这个公益的话 那我们还 我刚才 我想再宣传一个 We launch a new center The center of the parents and the children 就是这个星期刚刚launch的 昨天刚刚订了这个head 也是志愿者 就叫TCPC 那么我们今天刚刚拉了一个专家的群 专门给有自闭症 多动症 和这个有一点阿斯伯格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最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讲座 我们会在东映的期间 设立一个全免费的课程 专门教这个小孩子怎么样 social skill 我们现在正在开会讨论怎么样 这个课 但这个课是免费的 当然这个课不是说 光是一定要给有病的小孩 其实所有的小朋友 如果你们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 在social skill上面 有一些需要学习 因为我们就是正常的教他们的 social communication 这门课是要免费 那么免费 就是也是从这些 收一些费用方面来compensate 所以呢 抱我们这些课的朋友 如果是我们的门课 我是希望能推出 我今天跟他们讲 我是非常希望能推出 教小孩子学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再给一点时间教一教 social skill make friends 我们如果能够推出的话 那凡是参加我们 这个东令营的家长 都会优先考虑 参加这个免费的 这种social skill的training和workshop 好 我就补充这一点 现在我们呢 有请我们 AI Robotic Academy的负责人 一博 然后来被我们讲解一下 今年就是我们 其实算是东令营的 今年的亮点 然后是我们和大疆 EDU合作的 这个robotic的课程 然后也是北美的 我据我们所知 是北美第一家 这个机构来 来开这个课程的 那我们现在就将 我们现在把屏幕交给一博 谢谢Vicewise的邀请 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晚上 与所谓的在座的 各位家长们见面 然后呢 首先我先简单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individual的创始人 我叫郑一博 然后呢 现在目前呢 主要是在负责这个 运营 那么我们这一 一次呢 非常荣幸的 这个 我现在这边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看刚刚突然间 可能信号卡了一下 不好意思 刚刚是不是卡了一下 我出去了 不好意思 突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我其实刚才已经 马上就说还了 其实就是啊 首先是很感谢 这个遥远的这个 抬举 但是呢 这个无功不受禄 主要今天晚上呢 我们是很荣幸的 邀请到了 周一品 周老师 他是我们整一个 这个winter camp 这个不管是这个 G7以上 或者是 三到六年级的 这个课程 他是我们的主要讲师 然后呢 会由他来给我们介绍 这个 这个 robomaster 这一系列教育课程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 winter 课程的一些细节 以及一些相关的 他的背景知识 好 我现在就让周老师来开始吧 刚才我也不好意思 没事 好的 谢谢一博 大家好 我叫Steven 那么我也先做一下 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之前是深圳大疆创新的 一名项目经理 也是主要负责 咱们这个robomaster课程 和机器人的开发 我们在这之前呢 我在大学期间 其实是打了很多的 这种机器人比赛 所以说一直是对这方面 比较感兴趣 就是今年疫情之后呢 决定回到美国这边 来继续做机器人教育 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我怕不多说 我就直接进入正题 来讲讲我们这个 今年的这个winter camp 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首先呢 是我们这个课程亮点 大家其实应该已经见过很多 不管是线上也好 还是线下的这种 针对K12或者K19 的这种青少年的编程教育 其实大家有很多的这种课程 它会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是纯粹的编程 对于学生来说呢 每天他要面对的 就是简简单单的这些代码 每天都是在不停的研究 代码怎么写语法怎么写 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枯燥的 但我们RoboMaster这个课程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我们是有实际的平台的 也就是说是基于机器人的 一个变成学习 你在代码中实现的每一个步骤 你新学会的每一个function 你没写完的每一段代码 都可以在这个画面右边的 这几个机器人上面 实际的去体现出来 那么这个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每去实现 你每写一些东西 都可以在一个实际的东西上面 立马去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那么其实大家可能会问了 说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线上课程 又是疫情当下 大家又没有这个平台 那么是不是又变成了 纯粹的一个写代码的课程呢 那么其实这个 我们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 就是我们有一个完全仿真的 一个模拟环境 那么这个都会随着课程 一起给到大家 也就是说你在家里面 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写代码 一起把你自己的整个的 这个代码拼凑出来之后呢 你是可以在这个模拟器里面运行 在这个仿真环境中 它的每一步的这个执行 机器人的怎么运动 你代码中的每一点点小的修改 都是可以在这个模拟器里面 去实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会给学生们 一个非常及时的反馈 你这一步做的到底如何 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写代码 那么第二个不一样的点呢 是其实很多的课程 它会以这个实际的 这个知识点为最终的目标 就是说希望学生最后去学会了 哪几个知识点通过上网这些课 你掌握了什么这样的知识 但是对于我们呢 我们希望的是 毕竟编程是一门语言 其实也更是一门手艺 所以说我们是以一个实际项目 为课程的最终目标 我们叫它Project Oriented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五节课和十节课的课程来说 我们最后的目标都是 让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写这个代码 然后刷写到机器人里面 能让机器人从我们右边的迷宫里面 自己走出去全自动的这么来完成 从迷宫中走出去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会通过这十节或者五节课 一点一点的教会同学们 每一个方程该怎么使用 以及每一个机器人的组件 它是如何和代码结合起来 最终来完成这个大的目标 而且我们会在每一节课的结尾都会 带领学生们一起跑一遍这个模拟器 甚至是把代码真正烧写到我们的机器人上 通过线上直播的方程让同学 知道大家自己写的这个代码 是怎么样能让机器人 比如说第一步是向前移动 第二步是遇到障碍物之后 知道怎么躲开 第三步是怎么把这个代码完整的连起来 是每天都有一个Milestone一样的 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管说包含电竞元素的实战竞赛 那么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电竞现在非常的火 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喜欢去玩电子游戏之类的 但是如何把大家的这个兴趣更好的去 运用到这种学习上来 那么我们RoboMaster这个比赛 其实和大部分的这些机器人比赛不一样的一个点 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的竞技性的元素在里面 这边有一个简短的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欢迎我去影片 ר vodka 小铃铛 的 电眼 Architecture Dennis 也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robots on each team, Standard, Engineer, and Aerial. The tournament starts with the automatic operation stage, where Standard and Engineer moves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preset programs. After the automatic operation time expires, all robots will be controlled via manual operation. Standard can acquire and launch projectiles of the opponent. Robots are equipped with an armor system that detects projectile hits, resulting in lower points when triggered. Robots are deployed if they reach zero. Playing a supportive role on the team, Engineer is capable of acquiring projectiles from the resource island and passing those projectiles to the supplier zone. It can also revive destroyed robots through its marker. Standard can activate the power route, launching projectiles after the match begins. Successful activation of the power route will get corresponding buff to all of this team's robots. Aerial can fly overhead and precisely hover over the enemy's recognition base zone, which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enemy's armor points. Before the armor points of each base zone reaches zero, HP deduction will be much lower when the robots hit the base zone. If the five minute limit of the match runs out, and both teams still have their face intact, the team will require remaining HP wins. Well, 刚刚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来介绍我们 Robomaster青少年比赛的, 这么一个比赛规则. 就是对于大家来说, 所有的孩子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 都是可以参与到这么一个线下的比赛中去。 而且我们是有计划在明年的暑假, 在美东, 在纽约地区开展第一次我们全美东的这么一个青少年 Robomaster机器人的比赛。 那么下一点就是我们叫做可延续性最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希望说学生上完我们这个课之后, 不是紧简单单的就是说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编程, 那么就到此为止了, 后面要再上什么课, 跟这个都是没关系的。 那么其实基于我们Robomaster比赛的体制, 你是可以从青少年挑战赛一路学到大学去,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对应的课程, 而且它的知识难度也好, 或者说基于的编程平台编程语言也好, 都是循序渐进的。 当你开始get familiar with这一整套的系统之后呢, 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如果说是对工科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通过这个pass一步一步去走到大学的。 另一方面呢, 其实从一个简单的图片可以告诉大家, 左边这个小的红色的这个无人机, 和右下角的这个Robomaster EP Core, 这都是我们这节课上需要用到的教具。 那么当你到了大学之后呢, 右边的这些大型的机器人, 都是之前参加我们这些课程的学生, 到了大学之后自己搭建的这个机器人, 然后去参加大学的赛事。 那么说到赛事呢, 这张图片其实是我们在国内进行的一整套, 我们叫做基亚大师系列赛的所有的组成部分。 那么最左边呢, 是针对这个初高中生的机甲大师青少年赛。 那么在你参加完这个青少年系列赛之后呢, 进入到了大学之后, 有我们的机甲大师高校系列赛。 那么甚至到了研究生之后, 还有每年和IEEE一起办的人工智能挑战赛。 那么这三个不同的部分, 是一起组成我们这个机甲大师的系列赛。 等于说你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都是可以去参与到里面。 那么孩子通过我们这个课程究竟能获得到什么呢? 那么首先这是一个编程课,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基础的Scratch编程。 可能大家会听过Python, 会听过C++, 那么Scratch编程究竟是什么? 其实编程呢, 有我觉得是有两个比较大的部分组成。 那么第一个呢, 是你的逻辑思维, 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面向对象编程。 电脑他第一步是要怎么思考, 然后他是如何运行到第二步。 当他遇到一个决策的时候, 他是要如何去进行决策, 或者说他的决策和人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每次只能去判断两件事情, 之类这样的逻辑。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语法。 就像中文有语法, 英文也有语法一样, 编程也有他自己的语法。 不同类型的编程语言, 他的语法也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孩子来说, 他在刚接触编程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要素是要培养他的兴趣。 那么其实语法是一个很容易磨难人兴趣的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如果你给了孩子一大段代码, 让他来写, 可能他能想明白我想怎么表述。 但是因为一些标点符号, 因为一些大小写的原因, 这个代码最后始终跑不起来。 他的机器人始终就是呆在那里, 其实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沮丧的事情。 但是这个图片, 右边我们看到这个Scratch编程的一个好处就是, 他通过这种模块化, 以及这样的不同形状的模块, 来告诉孩子什么样的允具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 谁和谁是拥有这样的先后关系的。 那么让孩子通过在拖拽这些模块的过程中, 先学会了编程逻辑, 先学会了怎么像电脑一样思考, 怎么和电脑沟通, 之后再去考虑复杂的语法。 那么等你所有的逻辑思维都通顺了, 其实只要把语法添加上来, 你就可以像真正的工程师一样去进行编程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机器人领域的探索, 我们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编程课, 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是基于一个RoboMaster实际的教育产品, 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这个课程中, 带领孩子们去对机器人领域进行不同的探索, 比如说了解机器人的相关背景知识, 现在都有哪些种类的机器人, 什么是机器人, 现在机器人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以及机器人背后的各种各样的机械结构, 比如说什么是麦克纳姆伦, 各种各样的执行器, 机器人是如何动起来的, 他为什么能动, 并且通过告诉孩子为什么能动, 以及教授他如何去通过代码控制机器人, 让孩子一步一步的能够完全掌握我们现有的这台机器人, 该去如何操纵它, 最后来完成我们的最终的迷宫挑战。 同时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会在学期末, 或者每个课程结束的时候, 和DJIEDU一起, 根据孩子在这五节或者十节课上的表现, 对他的编程能力, 进行一个打分, 并且给一个结业证书。 之前也有家长问过, 其实现在对于高中生也好, 初中生也好, 各种各样的课程, 或者说机器人比赛, 其实层出不穷。 当然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乐高了。 那么作为Rulver Master, 我们这个比赛跟这几个现在很出名的比赛相比, 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们觉得第一点是更广的适用年龄段。 其实乐高的比赛, 他的受益的年龄是9到14岁。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14岁之后他就要去, 因为乐高的所有的模块都是基于乐高积木。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 不管是比如说特斯拉的生产线, 或者说Boston Dynamic的机器人上, 你是看不到乐高零件的影子的。 换句话说, 当孩子真正到了高中甚至大学之后, 乐高的这些零件其实已经很难满足他们对于机器人领域进一步的探索了。 而乐高本身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品牌。 他的所有的编程的代码也好, 或者说控制元件也好, 都是集成在他自己的EV3的元件上的。 所以你脱离了他之后, 如果你想去学其他和机器人相关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那么FRC和VEX这两个比赛呢,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他都是相对于, 就是相对比较封闭在自己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而且FRC呢, 他更多面向的是高中生。 对于初中生来说, 他比较难起手。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展示一张图片, 就是说FRC其实它是要做一个很复杂的机器人。 那么对于你, 比如说初中生来说, 你上来就想接触FRC, 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无从下手的, 而且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tutorial, 或者说帮助你入门的这么一个教程。 但是对于我们Robo Master来说, 之前也给大家展示了我们整个比赛的框架, 以及我们教学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教学大纲。 我们是从9到24岁, 你都是有东西可以学, 都是有对应的比赛, 可以让你来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的。 那么第二点呢, 是更少的这个资金投入。 其实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FRC比赛它每年的这个报名费啊, 每一个孩子是3000美金。 这3000美金不包括这个耗材, 就是纯粹的3000美金。 你交了3000美金, 你就可以来参加我这个比赛了。 但是机器人呢, 你还是要自己再去花钱搭建。 乐高的价格呢, 其实应该这个有给孩子们买过乐高的, 其实都可以了解到, 还是比较的昂贵的。 但是对于Robo Master, 我们这个平台来说呢, 你是首先我没有模拟器。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孩子培养兴趣的阶段,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模拟器来实现。 而且模拟器真的是1比1的仿真。 任何你在这个代码上出现的错误, 都可以通过这个模拟器来反馈给你, 告诉孩子, 究竟是哪出了一些问题。 不再是单纯的, 说我在屏幕上面展示一行字, 之类这样的很简单, 稍微有一点枯燥的编程。 另外呢, 就是这个我们的平台, 是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选择你要添加什么样的传感器。 那么第三点, 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更多的个人成就。 其实啊, 在大江做项目经理的时候, 我们去面试很多的这个大学生, 其实他们的简历里面会写我在某个, 我在某一个战队, 或者在某一个实验室里面工作过。 那么这会我们就会去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你究竟在这个团队里面, 负责了什么? 用你的什么样的办法, 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你的收获是什么? 我们其实并不在意他这个真正这个团队, 最后取得了多好的名次。 我们在意的是, 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人, 在这个团队中获得了什么, 和给团队贡献了什么。 那么右上角的这张图片啊, 是美国一个比较厉害的, FRC的高中生队伍叫973。 那么他们每年参赛呢, 就是需要这么多人, 一起去做这么一台机器人。 在我们跟这些队伍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们渐渐也了解到, 其实这么一台机器人, 它的机械结构可能就有其中的一两个学生负责。 而这个机电控制呢, 是由再另外一个学生负责。 然后再有一个学生负责来操作机器人。 其实很多队员在里面并不能完完全全的参与到这个队伍的建设中, 或者说在这个机器人的搭建中去。 对于尤其是刚起手的小朋友来说, 刚刚接触代码和机器人的小朋友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frustrating的事情。 你跟着队伍, 你每天也在, 比如说他们开会, 你也去参加。 他们去比赛, 你可能也跟着一起, 但是究竟最后赢了的时候, 你跟着一起欢呼去, 但是这个机器人上究竟有多少是你的影子呢? 这个事情很难说。 但是对于Rubermaster这个形态来说, 比如说我们的青少年赛事, 三个地面机器人和一个空中机器人, 然后每个团队由大概五名孩子组成。 所以说每一个孩子是要单独负责一个机器人。 你负责的这个机器人, 他的自动化程度, 他的操作水平, 他在赛场上的表现, 直接就决定了比赛最终的成绩。 那么每个人拿在手中的奖状是真金白银的, 等你将来把它写在personal statement里面, 等你将来去参加这个大学的面试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的告诉面试官, 我在这个项目中究竟做了多少的事情? 为团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我学到了什么? 这些东西比在一个名声很好的大团队里面, 待一年其实是要有用的多的。 那么第四点呢是更好的拓展性。 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个右上角是我们的这个Scratch编程。 那么在这个编程之后呢, 其实Scratch编程背后它就是Python, 就是现在用的最主流的Python的编程语言。 你是可以一键把现在你所有图形化编程编好的代码, 转化成大家可能之前会比较常见的Python代码。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Python代码里面的这些逻辑语句, 包括它是怎么样使用各种一样的标点符号, 大小写下滑线和你的代码进行对照, 然后一点一点去学习它的语法。 把这个语法学会之后呢, 你又已经明白了这个程序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就基本上是已经掌握了Python代码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Robomaster这个平台, 它是和我们右下角看到的这些所有, 不管是Raspberry Pi也好, Adreno也好和这些主流的控制器, 单片机或者说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电子元件, 只要它是比如说只要它是直流电供电, 不是只要它是通过一个PWM接口进行通讯的, 这些执行器也好控制器也好, 它都是可以附加在这个机器人上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个比赛啊, 这里也是有一个还有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去年在国内, 这个是我们明年也想在北美这边也来办一次的这么一个夏令营,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 在北美这边的远速度和飞性就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国内办的这么一个下令营的一个活动 我们很希望说能把它也在这边同步的举办一次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小朋友们搭建的机器人 其实都是基于我们Robomaster的这个平台 也是用同样的Scratch的编程语言 但是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去花那么一两周的时间和你的团队待在一起 去仔细的思考 你究竟想要搭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 然后和你的团队一起去组成一个小的竞技团队 和另外一方去比速度或者说比操作来赢得最终的比赛 那么今天我们Robomaster大概的介绍就是这样 好 非常谢谢Steven老师跟我们分享 然后我这边有一些问题 需要来 我先总结一下之前的问题 因为我这边收到了很多家长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关机器人是否需要购买的事情 然后其实在初级阶段机器人是不需要购买的 不需要购买实际机器人 Steven老师之前在线上讲解过了 就是我们的课程都是线上的一个平台 然后也是一个拟真化的平台 所以在初级阶段是不需要的 当然如果家长愿意 孩子也很想要摸到这个东西 我们也是可以购买 但是其实是不强求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之后的问题是 我们的课程是不需要 我们这个课程是不需要有任何编程经验的 像从三年级到六年级 是我们的一个Winter Mini Camp Steven老师会在其中 其实是给启发式的教孩子 认识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然后在七年级的 其实是会帮助学生建立整个编程的概念 然后建立编程的补习 补习编程的知识 然后有一些专业 比较专业的问题 就需要Steven老师来解答 我看到有家长提问说 像孩子十年级了 还是否没有 之前没有基础 是否可以参加这个东练临的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最主要就是面向没有基础的孩子 我们通过这个Scratch 这个编程平台 我们这个时节课都会讲什么呢 其实可以跟大家仔细的聊一聊 第一步是让大家理解机器人都有哪些零部件组成 你首先要知道机器人有什么 你才能知道哪些部分你能控制 才知道它能完成什么 接下来我们会讲最简单的几个控制的语句 比如说如何给机器人发信号 让它的轮子转起来 如何给舵机这种执行器发信号 让它的机械臂动起来 那么再下一步我们会讲一些 更深层次跟决策相关的 异服语句 所以当机器人遇到了一个需要判断的 这么一个环境的时候 他该如何去进行决策 比如说面前有两条路 我们会通过比如说超声波传感器 让他去选择超声波面前没有识别到障碍物的那么一条路 通过这样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课程 帮助孩子最终实现我们说的这个 世界课的project的大目标 能从一个迷宫中自己走出去 好的 然后有一个新的问题是说 就是有关Python语言的这个事情 我可能需要Steven老师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因为有些家长 比如说三到六年级 我们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语言都是用的stretch语言 对吧 所有的学习语言都是 不管几年级 三到六年级 七年级以上 其实都是用的stretch语言 对吧 对的 然后我看有家长提问说 是高年级 那所以其实高年级 我们也是不会转移到Python语言 这个过程中是吧 就是Scratch语言 它本身就是Python 它只是把Python中最复杂的 关于语法的那一部分 用图形给展示出来了 但它的这种编程的逻辑 就是Python 比如说循环能不能套循环 或者说决策上 EF能不能套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逻辑 它就是Python 有一些原则性的 比如说Python和C++的这种区别 比如说你的一个变量 能不能给所有的这个function去用 之类这种Python和C++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Scratch也是有区分的 而且其实Python这个语言 怎么讲 它很有意思 它简化版的一个Scratch 但是难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甚至之前在大学用到的machine learning 用到的这种computer vision 它都是用Python写的 因为Python很简单 很好上手 OK 好的 然后还有家长问 孩子如果已经学习了一些frc的课程 那么它能否转来上robomaster 像我们上我们的这个robomaster的课程 机器人的课程 我觉得只要孩子是对机器人这个事情感兴趣 其实不管是robomaster也好 还是frc也好 甚至是乐高也好 其实它都是不同的pass 去通往了最终的一个同样的目标 因为就是都是对机器人感兴趣 那么frc其实和我们robomaster也有很多的overlapping 只是我们觉得frc它现在就停留在了高中 我可以讲一个我身边的例子 就是在我大学打机器人比赛的时候 很多参加frc的孩子 其实也不能叫孩子 因为那会都是我的同学 他们参加比赛 就是高中参加了frc比赛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 并没有一个和frc类似的给大学生参加比赛 但是他们还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依依不舍 因为尤其是美国孩子可能他参加的很多 他可能高中时候花了一两年两三天都在这件事情上 可能是一个骨干队员 但是他到了大学之后发现没有这个比赛了 那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回到高中去给他之前的队伍当mentor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 它是一个有一点吃老本的这么一个行为 就是说你只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你很熟悉这个比赛 所以你又回去教了高中生你会的这些东西 但是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你对自己本身是没有太多提高的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robomaster一个更好的地方当你现在高中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最后那个video里面展示的那样 你在现有的这个机器人平台上去搭建自己 去把自己的想法自己设计的机械结构搭建在这个机器人底盘上 并且给他写了一套非常流畅的代码 让他运行起来之后 等你到了大学你就可以把底盘也抛弃掉 只用这么一整套的思维模式 这一整套的这个编程语言和这个编程环境去自己搭一个像刚刚那个展示的 大家再展示一下 没关系 就好像刚刚最后看的那个o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学生们搭建的这个机器人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这边 这些其实都是参加了这个robomaster高中生下令之后的大学生 他们到了大学之后去搭建的这种不同的机器人 那么其实这些知识是一直融会贯通的 Steven老师我们还有家长一个 我们先解因为瑞已经来了 然后我们大概可能稍后 瑞,瑞,would you please like a wait like a couple minutes? I will ask Steven to answer the last question. ok? yeah,so那个Steven老师就是有一个其实是家长是希望 家长希望能介绍一下整个的我们的机器人课程的架构 因为东链营呢其实只是我们基础的一个课程 那么我们春天由Seven老师来介绍就好了 ok,ok,好的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课程的一个大的规划是因为冬天的时间比较短了 我们是希望先让孩子培养兴趣 先让他看看对于编程或者说对机器人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如果有兴趣呢 他首先已经了解了最基本的这种scratch编程语言这个环境该怎么用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春天的课程上就不需要让他花时间去熟悉这么一整个环境了 然后呢我们会在接下来这个春天的课程可能是每一周的周末会有一个每一周周末会有一个课程 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我们会继续的教更深层次的 比如说你会如何设计自己的机械结构如何去做更复杂的语句的判断环境的判断 以及如何把自己的程序优化 比如你之前从第一步跑到第十步需要花15秒你怎么让他只跑10秒 那么这个是最终在比赛的时候是能展现出来不同的这个差距的地方 那么经过春天的这种每周的课之后呢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两周走的夏令营 是希望孩子在这个时候能够丢掉手机来到我们的这个线下的夏令营和你的朋友一起组成一个小团队 我们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对抗性的一个大目标 你需要在这两周时间里面设计自己的机器人调试自己的机器人 然后老师会不断的给你反馈告诉你指导你如何把这个机器人去设计的更好 然后在最终进行一个比拼来拿奖牌 这是我们到明年暑假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 好的谢谢谢谢Steven 然后各位家长如果还有有关关于机器人课程的问题 欢迎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直接跟我们的小助手沟通 或者是直接扫码进入私会东令营报名群直接在群内提问 然后我们的老师也会稍后会在群内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的小助手也会进行解答 好下面 so next we will come to our investor teacher Ray to talk about our financial intelligence classes and also investment classes Ray Hi everybody so it's no secret that what we're doing here actually we've started teaching finance and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very experienced and very involved in finance including our founder Angeline who worked with uh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prestigious hedge funds in the country two sigma i think i can say their name i don't know maybe we'll get sued for using their name but anyway um so personally i have been a uh analyst equity analyst and portfolio manager and Angeline worked for one of the uh prestigious hedge funds in the country and we have several other instructors who have been uh portfolio managers and analysts including frank lynn um and several others and and we've we were founded on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nd financial literacy um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is not taught in schools and so one of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this organization has been to teach students uh how to manage their money and how to to invest their money and ultimately uh that's something that has paid off uh for the students and for ourselves several of the students that we have are in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high schools in the country now um and um we have not only a financial literacy literacy program for younger students uh including um a kid's money story and youth personal finance and things like that um we have young trading classes so students can learn how to trade stocks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the the capstone of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s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the use youth investment series where we teach students things like uh equity analysis and valuation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ngs that i'm not going to produce slides for because i don't want anybody to copy them uh but we teach these things to students and we hope that they're going to use these skills to pursue their career on wall street to pursue their dreams and getting into a prestigious business school and several of the students are now uh pursuing their dreams to get into prestigious schools we have uh there are several investment um competitions that are very prestigious and currently we have uh 18 teams that are right now in a program i'm amongst the other uh investment programs several of our teams are in the u-pen work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t the moment uh some of them are doing very well so so that's the bread and butter of what we do here we teach students the things that we've learned on wall street over the years things that you can't learn from textbooks things that you can't learn from videos things that you can only learn from experience teaching students one-on-one teaching students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um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at the moment because several of the student teams are asking me to join their meetings right now as i speak and they're working on their submissions for the wharton competition so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and i i kind of have to go um i can help you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is because we co-developed this curriculum thank you very much ray um so chance to feature i got you uncle ray uncle race the world guys for the woman chin and the first winter book camp the investment class and ray teach that and we have 100 students sign up last year and we're breaking into three classes and very successful since then this class use um investment for stock and we started developing five series to chenian dean do even fundamental to the drama the world comes from from the community because we're harvest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world so it's been a bit difficult as we can do that we have a lot of learning in the world so we just teach them to a little bit of it's a big game and it's easy because we are planning to prepare for the black and white let's talk about what you know first of all of us today is the first of all that's it's pan a lot of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e have a million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the two other teams so now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the local people but now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the few different teams and the team we can even go to each other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the team 今年我们有18个队来自全球最优秀的高中生 参加我们为时差不多5到6个月的 那么上课我们只收上课费 然后我们整个带队现在培训 从9月份到12月比赛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我们是有七八个人 还有业界来自AFI的这些业界的这个精英来 这个答疑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团队的这个优秀的 这个金融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在协助 包括瑞在内 基本上每天是full-time在协助这18个队 进行他们的调研和投资 这个比赛在12月13号结束 所以现在是最忙的时候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的团队 都是从早上晚上一直在跟这些十几个队开会 那么这些课程呢在今年东丽营 这是winter book camp 我们没有 we do not provide an investment class because for high school it is serious so we actually divide into five level and you can take it from spring we have spring one spring two and we have a summer one summer two we also have a summer book camp 所以要想参加明年比赛的啊 一般是14岁要满14岁 9月28号之前要满14岁 那么请你们关注我们明年春季的课 我们有专门比赛为比赛设计的一套 也可以在如果你来不及春天修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准备把这些课加起来 然后intensive的book camp 那么这次winter book camp 我想解释的是这个我们有只有两门投资课 三到六岁 third grade and sixth grade Ray is gonna teach every single day right now this class is designed for keys for interest only OK 主要是为小孩子的兴趣 我们有这个腾校用的这个模拟交易系统 所有的数据都是真的 那么就是比赛用的这个系统 我们也买下了license 那么这门课呢 美捷克呢 Uncle Ray会教小孩子 就在系统里跟真的买卖的这个系统是一样的 教他们怎么买怎么卖 然后帮美捷克会给他们分析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股票 所以这个就是young trader 是在三到六年级的那个三个组合里面有 如果小朋友上完以后呢 家长发现他们很感兴趣 那么请你们接着开始帮 报我们的真正的investment系列的压三四五 那么第一个level的话 就是青年你就可以参加 那如果是说 对了 高中生呢 今年冬令营 我们只有use personal finance 那前两天在这个群里面有家长问 personal finance是不是跟股票是一样的 如果是懂理财和投资的 是知道是完全不同 那么use personal finance这门课 我们已经教了有四到五次 然后也都是有 是由另外一位老师从沃顿商学毕业 也是华尔街的这个基金经理 来专门教孩子 他特别会motivate孩子 那么这门课呢 我们实际上是专门给高中生设计 家里的小孩马上要毕业上大学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money so this class is mostly teaching combination of the family finance and a career inspiration make sure that when they walk out of the house 就是这门课主要是让高中生 对自己的家庭理财 怎么管钱 怎么budget怎么planning 怎么换汇率啊 还有怎么计算贷款 然后怎么plan自己在大学里的这样的budget 这门use personal finance 是totally different from investment 当然这门课可能在最后一节课 会touch到一下 在个人理财的时候 会有这个投资 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那么这门课呢 是专门 我们也可以叫青少年财富管理课 这门课也是一个精品 专门给高中生 要马上要步入大学的 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 马上就要 今年再申请 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你们欢迎让孩子上这门课 那么investment 真正的要分析股票 那么希望是更serious take我们这个春天的 或者是夏天的课 我们在明年呢 我们也会举办 一些自己的这种投资大赛 我们也会跟一些 跟比较有名的大的机构 一起来比赛 让我们的小朋友 来take我们的课呢 continue to join all kind of the competition 我们今年ray and i also designed the parenting and the kids family stock competition 就是我们希望为了 增加亲子关系 想让爸爸妈妈跟孩子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有这门课以后 好多家长 本来不跟孩子讲话的 但是因为家长投资 小孩也投资 然后他们在饭桌上 就开始交流 所以我们是希望 通过一些比较有趣的 family stock picking competition 来增进这个亲子关系 那因为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课 当你们加入我们社会以后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会有很多 interest的项目 我们都不历史在这里的 只给我们的学员 我们会有一些special seminar special internship special volunteer the opportunity 对因为 就是因为都是名额有限 所以大家请关注我们 好 OK 谢谢 我就补充一下 瑞 好的 然后这个是有关 我们七年级以上的 use personal finance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各位家长 其实可以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 这次东连营的报名群里 然后有更多的解答 我稍等 我把我们的二维码分享一下 然后我还是 就是我们的课程 其实在东连营 我还是跟大家解释 因为我看到刚才家长 有一些问题 在chatbox里面 我们东连营的课程 针对二年 kindergarten到二年级 以及七年级以上 都是十天的课程 然后它都是一门课程 都是单独 每一门课程都是单独的 然后家长可以选择一门到两门 或者三门都来参加 这是我们kindergarten到二年级 以及七年级以上的课程 然后对于三到六年级的课程 我们今年其实是以一个mini camp的形式 然后融合了三节课 然后分两个session 五天是一个session 然后分两次举办 两个session的课程内容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mini camp 让孩子们体会到一些乐趣 然后让孩子们发现一些兴趣所在 那么三个不同的课 young trader 其实是向我们投资方向的 如果孩子真的有投资的兴趣 我们之后年级更高一点的时候 可以参与我们的理财课 然后里面又有AI机器人的课程 那么这个AI机器人的课程 其实是孩子如果对机器人更感兴趣 那么他年级大一点 可以参加我们的AI机器人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Kids TED Talk 其实是有关public speaking和debate的 一个兴趣的发现 如果孩子对这方面感兴趣 其实我们之后也有更加专业 更有深度的一个debate 和public speaking的课程 也是由Adino老师来带领的 所以其实三到六年级的 其实就是一个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 同时这个课程 我们也希望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也可以交到朋友 那我们其实在每天的课程之中 两节课之后会有一个三十分钟大课间 这个大课间呢 其实是帮助孩子们互相认识对方 然后呢也了解对方 我们的TA会组织一些有趣的互动 然后呢帮助每个孩子 帮助每个孩子其实互相认识 对我们三到六年级是一起上课的 然后对这是我们的对我们如果家长还没有添加私会的小助手 然后这是我们私会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我还是在share 对这个 那个 姚翰喝点水 那个我的我们的这个年轻团队啊 今天第一是上线 他们都非常棒 包括我们两位 对我想提醒一下是 我们两位这个地博跟Steven 都是非常非常优秀 他们太低调的都不让提 他们是这个大学生比赛的 这个代表Virginia team 他们拿了第一 而且参加比赛的都是很多 Native的American Different team Come from different colleges 就是参加比赛的来自美国的各个大学的校院 院校 不是不是是针对所有全美国的大学生的这个比赛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队长 一个是副队长 然后他们拿了第一名 所以我们私会学院了解我们的都是 我们的课程都是精品 我们的老师都是正牌老师 非常非常有实战 而且有自己又能讲 又会说自己又懂的人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跟家长们交朋友哈 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 我们跟你们的孩子 跟你们一起成长 那对这里有几个很好的问题哈 这个姚翰喝水 然后就补充一下 有有这个家长担心孩子三到六年 这个课程我们实际上已经上了很久 我们发现这个三到六年 因为我们的那个Kids CEO和Kids Banker 和Youth Personal Finance这几门课 都是我自己一开始先上 上了好几次以后 我就发现有时候六年 三级的小朋友比六年级的小朋友还积极 因为这三门课 为什么我们挑这三门课 是因为这三门课 首先它都是一种creative 然后active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三年级好 只要这个小朋友他愿意来 他愿意讲话 他不亚于那个六年级非常快的 他不愿意讲话的 因为这都是entry level 那三节课呢 一个就是public 就是Kids Tech Talk 然后每个小朋友 练一些技能以后 即兴的来讲演 根据有效的话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小交易员 就是每个小朋友进来就开始上课 就开始教你买卖股票 今天比如说我们讲苹果 明天讲迪士尼 为什么要这个股票 大家就是指导他们 来看看他们的曲线 感觉非常有兴趣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大疆的 这个无人机的这个demo 因为三到六年级 不会太教太难的 所以主要是以demo为主 所以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们都是有经验的 然后我们发现 真的是我 我有次上课 还来了二年级的小朋友 然后二年级 我们那个Kids CEO 实现的是我们的经典课 最后一节课 让所有的小朋友 多做讲演 十几个slide讲演 那二年级的这个slide 做得比那五年级的还好 甚至有些 因为它是理财 和这种交易 这种东西 小孩子可能懂的 可能比爸爸妈妈还多 所以你站在一个桌上 一起来交易 一起来买卖的时候 有时候思维 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觉得 三到六年级 是可以一起上课 但是如果报名 刚才说了 我们的报名的 我们每个班呢 还是在15个人左右 所以如果报名人数超过呢 我们会尽量 按照年龄来分段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 不知道有多少人 今年这一次的这种组合 也是我们第一次创新的 所以呢 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高中生我们的名额会多一点 因为高中生 我们曾经有六七十个人班 去年就上过 开始家长也觉得 因为高中生主要是讲理论 然后因为我们课后 有很多作业 所以说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online的这个上课系统 所以到后来也是因为 这个家长们 这个我们也觉得 小班会更好 所以高中生 现在我们有到 20到30个人都是有的 就是根据那个课的 popular 然后我补充一点 然后那个我们的debate的课程 就是针对七年级以上的 debate public speak和debate的 出阶课程 这个是十人班 因为我们老师会一对 十人班 然后每次课的时间 是一个半小时 也是Dino老师一直要求的 因为人太多 没法达到每个学生 都能有练习的机会 那么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针对 这个七年级以上的 这个debate的课程 是这样子的设置 是十人班 是小班 然后我看到有家长问 说现在报名 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参加 info session的家长 在两个优惠中 可以选 两个info session 特别优惠中 可以选一个 如果家里有 两到三个孩子 然后年龄差距 正好符合 二年级和三到六年级 那其实购买我们 三到六年级的课程 或者是七年级以上的课程 我们是可以赠送给 小小孩 这个东连营的 K到二的 Kids Money Story的 这个课程 如果家中呢 其实没有孩子 符合这些条件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 购买任意节课程 我们都会送一个 一百美金的 Wisewise的credit 这个credit呢 可以在明年 用于任何课程报名 因为我们私会学院 也有成人的职场课程 成人的投资课程 以及孩子们的 其他的更多的课程 所以在这一百的credit 是可以在 明年的所有课程中 都可以用的 我希望有能 有关我们public speaking 就是我们有关 我们public speaking 和debate的课程 到底是轻重于 哪个方向 这个我希望您能 可以加一下 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单独询问一下 然后呢 我们暂时出阶的时候 在foundation的时候 还是focus在 public speaking 但您也可以加一下 小助手的微信 去了解我们更多的 syllabus 然后包括我们春季 其实还有中级 和高级的课程 以及未来可能我们 还会有专门 针对比赛的课程 那么 这个之后 我们会有详细的 所以更多的详细内容 还是可以去问一下 小助手 对 然后呢 如果有家长 如果想了解更多呢 也可以添加 我们的报名群 然后呢 我们会在报名群里 为大家统一解答问题 然后kissmoney的课程 我们会录下来 会有回放给大家 给孩子们看 但是呢 我们的课程也不是 就是回放 是不是对外的 我补充一下 我们的这个三到六年级的 这个因为是以放为主 所以我们所有的课程 都有回放 如果错过了一节 一天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的设计 你们有注意到 实际上按照半天设计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 有四个小孩 其实有时候我知道 我把孩子报名 就是让老师来 给我baby sitter 确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老师 都是有经验的 然后会keep小孩子 在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上网课 上了一年半了 然后小朋友 是从这个五岁四岁 这个一直到这个都有 所以说大家可以 而且我们欢迎 这个家长做自愿者 然后家长做自愿者 TA的 那我们还会有一些优惠 那么大家请找一下 我们的教务长 就在屏幕上 瑞扬 那刚才讲的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录音呢 我们三到六年级录音 课程结束就结束了 因为是个兴趣课 其实很多我们的教育机构 都跟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录音 我们都不给录音 或者我们录音完以后 都不给其他的太多时间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一般课程会给大家放 再有一个月 青少年 小小小孩的 因为主要就是兴趣为主 那么高中生的一般 我们都能再给小孩子 再回放听一个月 因为我们也是相信 trust parents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是万一 入个一个课 那你都可以再去回放听 还有刚才有朋友提到 这个宋 如果你家里 如果你报家里 这个必须是一家人 如果是你家里有两个小孩 或者一个小孩 报了两门课 那么如果你还有个小小孩 你就让他来上 就是我女儿肯定也会进的 我女儿今年五岁 那么这门课 K2K2呢 这门课我自己亲自上过 所以呢 我现在让一个这个 这个second generation的 这个非常优秀的 一个大学生女生来讲 那么是怎么讲 其实我当时也是被一个老师 一个朋友拉的online 杀杀了 让我救急 说他的幼儿园 本来有人要答应 给他们开这个理财课 结果老师不出现了 怎么办 就求我去帮他讲 当时我就远程 给六个六七个小孩 小男孩 讲这个讲故事什么的 我发现还不错 他们都听得挺来劲的 所以呢 后来我就说那好吧 因为一直也很犹豫 青少年小孩 就是K到兔能讲什么 一般来说呢 他们做不了太久 40分钟到45分就不错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呢 我还给他们 让他们这个中间 有几分钟跳一跳啊 动一动啊 走一走啊 然后呢 跟他们讲故事 所以K到兔是以十个 十本非常经典的 在美国是 我们是根据curriculum 这个非常经典的 这个绘画书 就是那种小朋友 跟父母啊 就是去shopping 然后我们会给他 读这个小故事 就像讲故事一样 一边读呢 一边会问他问题 这些故事书呢 也是这个 在根据这个美国的 教育部的大纲 来进行编写 所以我们都做成slide 所以这个课呢 我们是大概 小孩子是45分钟 中间会有互动 他们走来走去 没有关系 所以家里就 刚才这门课 就送给你的小小孩 如果你买两门课的话 有关三到六年级 这个camp的事情 那就是有中间休息的时间 我们每节课呢 都是一小时左右 然后中间会有 15分钟的休息 然后两节课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 30分钟的大课间 给孩子们活动一下 同时这个大课间 孩子们互相 也可以交流 然后我们的TA会组织 在这个课间之中呢 大家会互相沟通 做一些小游戏 然后互相认识对方 也是帮助孩子们 互相交交朋友 在假期的时间 是这样子的 希望有能解答到 这位王家长的 那个问题 然后我们的replay 主要是针对 其实是针对 七年级以上的 学生的课程 然后replay 我们大约是在 会放置一个月左右 然后呢 这样学生 如果错过了一些课程 或者是想重复 观看一些课程 还是可以重新来 到我们的系统上 来观看这些回放的 对 是这样子 我其实刚才有提到 我们会有些免费的课程 现在正在设计 包括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 这请那个专门在学校里 教小朋友 social skill的 special needs的这些老师 我们今天成立了一个小组 刚才回来 如果没听见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这一点也要看 到时候我们可以survey 我一直想给小朋友们 有一个瑜伽课 因为我去年 有教老师来教小朋友 然后我觉得这个 中间上三到四个小时 如果家长愿意 小朋友们有个 中间有20分钟的瑜伽 跑跑锻炼 其实小孩子瑜伽 就是跑跑动动 生生拉 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我们是可以中间 指责带领的小朋友 做一些运动 就像刚才我说的 我自己教课的时候 我中间都让他们 跑来跑去 让他们做服务 撑了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们非常希望 就是option 因为这也是福利的 我们就是 因为网上有很多 kids离家 我们找非常好的 让小朋友一起做 就我觉得如果 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 有多少家长愿意 如果是这个 大家到时候设备的话 我们就加进去 免费加进去就可以 休息时间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 各位家长 还有没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解答 然后像伊博和Steven老师 也都还在 我们也可以提问一些 相关机器人上面的问题 我看有两位家长举手 我把他们叫进来 Grace和Lily Grace要把你先讲 听得到吗 听到 对对对 刚才我的问题已经解答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比如说如果小朋友 他课程比较提前嘛 就他已经上过一些 Scratch的课程 然后数学的水平也到位的话 有没有可能就是能上 那个三年级的课程 就是是不是需要老师assess 这样子 你说的是机器人的课对吧 对对对机器人的课 因为他之前也也是比较感兴趣 然后上过一些其他的 这种兴趣班啊什么的 嗯 对那一博你们能回答吗 呃可以呃 您这边问题是说就是孩子已经 学过一些 Scratch 编程有一定的基础 然后想现在 对 直接去上 高年就是那个三三到六年级的 因为他数学水平也大概在那个程度 然后他也上过一些 Scratch的课程之前上过十节嘛 就说能不能呃提前上一下 因为他很有兴趣 孩子现在是几年级 他现在是一年级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assignment 或者说跟孩子聊一聊看看他对这个平台有多么了解 或者说啊看看他上手的难度大不大 明白明白 嗯可以的 那个可以我回头跟那个呃小助手联系吧 呃归此像你这种情况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个组合哈 他可以上我们那个k to top的金融 然后呢可以让他呃就是就是或者是说就是直接就upgrade他 如果看样子你们家孩子非常聪明 那就直接让他upgrade到三尿路 但是我们肯定要可能我也要亲自跟你小朋友面试一下哈 还有点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以放为主 然后我们春天的话那个一波跟steven 他们会有一套完整的 所以等一下他们也讲一下 好多家长有这个问题 你们能不能给家长讲一下 你们这一套下来哈 当然最后都是为了比赛 而且这些比赛一定是能够呃做到背景提升的 所以呢当然大家要耐心 就像那个奥连品比赛 你要进很多进阶啊 那么我们会会一直呃因为一波跟steven也是跟我们呃合作 我们也是希望长期跟他们合作 然后会未来会把青少年的比赛给比了 然后呢呃那等一下让一波你们讲一下你们的这个这个课程的结构 虽然未来的还在design那我相信你们已经应该已经都design了一些level right 好的谢谢 哦呃你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吗 还是先让lily来问以后你再来介绍一下总的框架 好不现在大家先问问问题吧 好那行 等一下让他们讲那个哈 那lily你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lily what man you can unmute 嗯那没关系 他可能lily有听到吗 那你们先回答 要不你们先讲你们那个课程吧 所有的课程都是英文啊 肯定是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讲英文 所以 如果要不你来讲一下我们后期的这个整体的规划 好那其实呃我们其实因为今天晚上的在座的家长呃都是这个孩子一般都是小学初中到有可能也是高中这么一个水平啊阶段 所以说呢我们呃就是说主要刚才的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一直都是在这个呃青少年赛事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呃 steven老师刚才已经介绍的呃挺详细了 就是说我们呢首先是这个这一套青少年赛事的这个相关课程呃确实呃 据我的了解我们应该是至少在美国是第一次开课 那么我们像刚才这个呃刚才这位呃联系的家长也是非常的让我们surprise 那这个孩子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scratch的相关课程 那么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能够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群体吧 在这个vicewise的这个所谓的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club啊 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vicewise的这一些客户群体呢会形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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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俱乐部的这么一个组织 那么孩子在其中会组合呃组队然后参加 那么我们在教课的过程中也会去观察孩子他的不同年龄段以及他们的程度 那如果说我们有更多的孩子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体系来 我们所开放的课程其实也会更加的多样化 那刚才steven老师有提到说在明年呃春季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呃把它设置为这个周末的这么一个课余的课程啊 孩子在周末的时候可以上学呃可以学习 那么我们也可以添加加强课 那其实这里边主要还是得通过vicewise这边进行一个统筹规划 看看我们的学生群体有多少 然后以及符合这个我们能够开设的课程的这个学生群体有多少 那么我们自己本身的capability就是说robomaster这一整套这个edu的教育产品的平台 我们是可以从这个呃 EP机器人交到无人机 然后呢在后边就是说孩子已经到了高中了 那么其实我们其实都有很多家长应该是希望给孩子做一些大学的准备 那么我们应该就会从这个scratch语言 比如说呃过渡到这个python的课程 从简单的这些呃使用robomaster EP这种现成的一个教育产品到呃转移到一个用比如说金属结构3D打印 这些非常customize非常呃就是结合自己的知识去制作的这么一些零部件组成这个机器人 那么其实就已经会呃过渡到一个大学赛的一个预备的可以简单来讲叫做预备队 啊我们其实呢呃在这个robomaster大学系列赛事里边 我们招收的一年大一的学生里边 有很多是参加过robomaster青少培训班的 啊他们其实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大二大三要学习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队伍里面有非常多的领队 都是从这个青少赛一路培养起来的他们不单单是有在这个技术方面有比较领先的能力 他们在leadership方面也是比较强的因为你的孩子一开始是这么一个三到五个人的一个小团队 那么你到高中那你可能就要你的团队可能就是十来个人 像我们这个virginia tech这边的这个大学赛的队伍呢我们最高的水平是到了95人以上 然后进行了七对的一个分化啊这个我就不不过多的讲 但是就是说取决于您孩子的学习能力以及学习兴趣啊 需要对于robomaster这一整套系列赛事可以说是学无止境的 简单来说我们的课程也是会会非常灵活的配合啊学生的能力进行调整以及提供 非常感谢一博解释我们整个robomaster未来的一个课程的架构啊 然后如果各位家长还有问题也欢迎举手 然后或者是直接在chapbox里留言我们都还会继续解答 然后呢如果家长还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啊我们有关啊可以添加私会的冬令营的报名群的二维码 然后呢我们会有啊小助手在群里统一回答大家 然后我还是再解释一下我们的课程价格 因为我觉得可能家长有一些家长还是没有太理解啊 我们三到六年级的这个mini camp呢是一共有三节课 孩子呢可以在一次报名在五天内体验到三节不同的课 这个课呢是根据啊是不同的方向也是为孩子们提供一些更多的兴趣的选择 那么它其实有点像长鲜性质的因为五天呢的确讲不了很多知识 但是呢也希望三到六年级的孩子其实对于过深的知识也接受能力没有那么高 那其实我们呢是针对这个特点 然后做了这么一个三到六年级的课程 这个mini camp 这个mini camp呢包含的三节课 然后这三节课呢是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然后帮助孩子去发掘自己的兴趣 一个呢是Young Trader是由我们的Ray来带领的 然后呢一个呢是由一博的机器人的课程 然后还有呢一个呢就是Dino老师的一个演讲课程 那么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帮助孩子呢发掘自己的兴趣 同时呢也度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假期 而且以五天五天为基准的这种小的section呢 也帮助家长方便的安排时间嘛 因为的确啊有一些家长觉得那可能希望在圣诞节前旅行 那么其实可以报名圣诞节之后的课程 那有些家长呢希望圣诞节之后进行旅行 那么可以报名圣诞节前的课程 然后时间安排上呢也比较方便是这样子的 然后如果家长有想参加有想呃呃那个呃进行volunteer的话呢 呃那其实我们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呃教务 讲瑞阳的微信 然后他会在留在留在那个chatbox里面 然后呃伊博和Steven老师都会都会在东练营的报名群里 然后呢如果有各种问题呢呃家长还可以扫码进入东练营群 然后在群内中群众群内中进行提问 OK